人生总有一些不能说的秘密 需要我们珍藏一生 藏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大智慧 曾广闲文告诫我们 逢人且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关系再好 这三个秘密也尽量少透露 容易惹祸 自己过去的活动 毁事 人生最让人痛苦的 莫过于自己做过的毁事 因为再也回不到过去 所以无法挽回 成了永远的遗憾 人生中发生的毁事 往往是一个人心底最大的秘密 没想到一次 就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所以最不愿意面对 但是这个秘密因为藏得太深 所以背负的压力就越大 总想找人倾诉 很多人就是忍得太辛苦 所以把自己做过的毁事 告诉了觉得值得信赖的人 把秘密说出来 本来想得到释怀和解脱 但是别人嘴上说着帮你保密 转眼前 却有跟别人分享你的秘密 把毁事藏在心里 只是自己痛苦而已 一旦说出来 会有更多人让你痛苦 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一个人经历毁事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舔舔伤口 自我疗伤 从苦难中增长智慧 汲取经验 而不是向他人诉说 因为世间根本没有感同身受 即使博得了他人同情 也是无济于事 就像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说 好汉打脱牙 祸血吞 徐徒自强 这才是最好的自强之道 再者 你从毁事失败中走出来了 也没有必要向他人诉说 你吃过的苦 受过的罪 苦难化在心里 变成了一种力量 如果你告诉了他人 他人反倒觉得你是在炫耀 又是嫉妒你 又是不服你 甚至他们还会看不起你 说一些风凉话 认为你也不过如此 所以说 关系再好 自己的毁事 不能轻易告诉他人 说了就容易招货 所以南淮警才说 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孤独 无法与人诉说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自己的毁事 就算关系再好的人 也尽量少透露 秘密只有藏在心里才是秘密 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自己立下的志向 我们做人必须善良 对人应该真诚 但是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也要心存戒备 比如说自己内心立下的志向 最好不要告诉别人 并不是我们对别人存心欺瞒 而是立身处事的时候 要对未知的风险 有戒备之心 这就是曾国芬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 有时候很多出身于危寒的人 因为起点不如别人 人生有很多不如意 所以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 所以立下了宏伟的志愿 当这个志愿 跟自己的处境差距太大的时候 你对别人说了出来 往往得不到支持 反而会被人嘲笑 让自己备受打击 甚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还会故意给自己找麻烦 不想让自己成功 曾国藩说 君子之志 欲运诸藏 不可使人一知 这就是低调做人 才更容易成事的道理 所以心中的志向 尽量不要对人讲 默默地去付出努力 等待机会的来临 这样早晚会取得成功 自己的经济状况 自古至今 金钱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而人性往往在金钱面前 是经不住考验的 多少经济因为钱 最后淡了感情 多少朋友因为钱 最后成了仇人 因此人们常说 谈钱伤感情 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你有多少钱 一旦被别人摸透了底 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如果知道你赚多了 就会一心想着找你借钱 到时候你借了 怕他们不还 不借又难为情 反正是左右为难 如果你落魄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不要将你的经济状况 告诉别人 因为经济会直接暴露 你现在的处境 反而会让那些势力之人 趁人之危 如果他人知道你赚钱很少 就会瞧不起你 如果你赚钱多 他人又会嫉妒你 甚至是暗争使坏 拖累你 彼此越了解 这种嫉妒心越强 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 却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 所以关系再好 也不要告诉他人 关于钱的秘密 还是模糊一点好 淡交一点好 做人切记炫富 谦虚低调做人 努力使自己强大 并保持住 这才是王道 财不外露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经济状况 但是经济状况 属于自己的隐私 所以尽量不要透露出去 南淮景说过 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 把人生后悔的事情 自己的志向 自己的经济状况隐藏起来 并不是无奈 而是智慧的选择 正如《醒世横言中》所说 鸡不密 祸先行 蛇为利害本 口是祸福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既然是秘密 他就只属于自己 别因为你的坦荡 别因为你的毫不在意 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